入山不怕火伤人,只怕人心两面道 一,凤凰网曾做过一篇深度报道 有一天,退休教师李中随决定女学生李传珍的电话 说要来探望,李传珍是李中随多年前在座的一个学生 因为成绩优异,李中随对她应酸拨声 李传珍来了以后,经过简单寒暄,她说出了自己的难受 孩子在国外上学,学费一时都转不开 想让李中随帮忙带一笔卡 于是,李中随却用自己的名义为她带回四万 四个月后,于传珍再次登门借钱 李中随又向同庆人借了四万块钱给她 紧接着,平台催债的电话不断打到李中随这里 当李中随试图联系李康公司 才发现自己已经被决方拉黑了 这导致李中随变成了老奈 工资条被冻结,退休了还要帝决正打工还债 李中随辗转的盟主,北京等地靠打员工 赚取微薄的工资,用来还善 一位农民教师,退休以后原本应该拿着退休金 说着体面的生活 没想到,高熟人算计,一脚踏进你了 千万要提防你身边的熟人 有时熟人比陌生人还早饭 有句话说得很扎心 却也很见识 如果不是亲戚同意 很少有人能把你坑到轻飘荡的反射 就像下面这堂竹铺 两个人表面上交情深厚 实际上其中一个人的大手已经伸向了他朋友的挑战 二,社会学家贵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 传统中国社会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宫秀 即熟人社会 人熟是一宝,熟人好办事 这就是熟人社会里每个人心脏不宣的规则但有识 熟人不仅不会给你带来便利 反而会伤害你 北京正法分享过随眼的案子 刘某和李某是北京某汽车公司初年的同事 两人私交密切,感情深厚 有一年,刘某想买套房子 李某得诸后造语 自己有个亲戚在法院当副院长 能买到法院没收的房子 可以便宜不少钱 听了老熟人的话 刘某深信不疑 将二十万元交给了李某 后来迟迟拿不到房子 刘某开始误问李某 李某便伪造了一份假房产证交给对方 拿到房产证后刘某并没有钱的地方 又陆续给了李某购房款四十多万元 等到谎言被揭穿时 刘某被骗的六十多万元 早已被挥破于封 这令人脉离醒到 人情是开入的利益 也是自货的简单 人情关系有时候就是陷阱 你把他当朋友 他拿你当提供机 比大数据杀熟众令人含心 是被熟人杀熟的 成年人的社交中 开箱系一个人只会满城接书 电影孤数余志中 金神饰演的梁安娜被骗到诈骗之地 就是因为他太信任朋友导致 梁安娜遇见麻烦主任 这位好友及时出现 帮他解围 还帮他解决工作难题 然后主动跟他提起国外的高薪工作 引不上风 又故意说工作难得调查位置 他天真地相信了朋友的影响 到境外诈骗基地当了美女投工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曾说 近60%的犯罪都跟熟人有关 犯罪心理学上也有个警惕性公式 面对越熟悉信任 警惕性越低 这也就成了熟人得手的机会 过度相信别人 就是伤态作为 年轻时总以为人人善良 稍双年长后我们才知道 有些人的善良是伪装出来的 有的人面带微笑 实则按了长刀 无论对谁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三 看过一个引人生疏的小故事 狐狸和刺猬是一对好朋友 狐狸说 你满身的死 我都不敢碰你 刺猬说 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身体卷起来的很好 肚子的位置会流出一个小钟 一碰那里 我就会把身体都在开 然后狐狸便利用刺猬的这个弱点 将它吃断 人生在乎 是是难难 永远不要毫无保留地相信一个人 前一秒还会你速度通常的人 喝一秒可能就会利用你的软肋 自无忌惮地伤害你 电影千语千语里有这样的一句台词 人们常常会欺骗你 是为了让你明白 你唯一应该相信的人 就是你自己的 尊广贤文有语 入山不怕火张人 只怕人心两面道 人心是最复杂的 很多时候你都无法知道 对方到底是真心还是真心 人际交往中想要不吃亏 就必须要有防人之心 罗翔老师也多管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 要有自己的判断力 否则就会被利用或欺骗 无论什么时候 千万不要亲近人 千万要相信人性 马斯洛在冲击诗格里写道 为了避免对人性责任 我们必须首先放弃 对人性的幻想 人心所作异 你永远都会到 一个人笑容的背后 是一出堂还是一敲 不要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否则到头来受伤害的 请不吝点个赞 与朋友们共鸣 请不吝点赞